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 韩国的京总店七号室 影片一开场 我们的男主人公暴奏哥 吃完饭回到了 他那个生意萧桥的小店 这个DVD店的经营模式是这样 甭管是热恋的情侣 还是劈腿的男女 自要是你情我愿 都可以在这儿的小包间里 翻语覆语 暴奏哥的手下 有一名打工的小鲜肉 由于好几个月没发工资 令小鲜肉非常的不满 小鲜肉说老板 你已经欠我两百多万 再这么下去我就没法看了 暴奏哥说老地沉住气 等我把这个店盘出去 一次性全给你 这个店里有个七号房间 里面供奉着来自全球的各路神仙 暴奏哥说各位大神 只要你们保佑我发财 我就祝你们长命百岁 不过由于这哥们的信仰太不专一 因此整天祷告也不见效 由于生意一直不景气 店铺也转让不出去 暴奏哥的脾气是越来越暴奏 转过天 店里又来了一打工的炮灰地 这炮灰地一看面相 就是老实霸娇 智商不高 暴奏哥说客人们来咱这儿 就是为了闷闷蜜 所以这包间里的环境非常重要 虽然咱硬件差了点 但服务一定得跟上 可暴奏哥说了半天 炮灰地仍是一脸入圈 这小鲜肉由于几个月没拿到工资 生活质量是一日千里 急转而下 这每天三顿饭只能吃泡面 眼瞅着马上就要喝西北风了 他只好把自己心爱的电脑 抵押给了点当行 而就在这个时候转机来了 他的一贩毒的哥们背头哥 把一包白粉交给了他 背头哥说 我一客户被警察来抓 我怕查到我这儿 这批货你先替我保我十天 小鲜肉说 那你得先给我五百万 不然这活我可不敢 回到店里 小鲜肉把毒品藏在了 供奉各路大神的七号房间 他认为这么多神仙 替自己保驾护航肯定出不了事 转过天 接盘侠吃瓜叔 来到店里实地考察 暴奏哥说 我这店里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如果不是我要出国定居 过两年哥们就纳斯达克 经过暴奏哥和房屋中介的忽悠 吃瓜叔终于动心了 眼瞅着马上就能把这烂摊子甩掉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炮灰地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发现房顶漏水 暴奏哥说 这种粗活还用我亲自动手吗 麻烈的 赶快给我弄干净 就在暴奏哥出去接电话的功夫 由于漏电 炮灰地不幸领了何患 暴奏哥一看就懵逼了 他抽了半包眼想了半天 最后权衡利弊 认为一旦报警了 这店肯定就转让不出去了 打定主意之后 他把炮灰地的尸体拖进了七号房间里 而且为了防止别人发现 他还在门上加装了好几把锁 小鲜肉回到店一看就懵逼了 因为他的毒品还藏在屋里 小鲜肉说 老板呢 那七号房间怎么锁上了 暴奏哥说 管那么多干嘛 该干啥干啥去 小鲜肉说 那炮灰地今儿怎么没来上班 暴奏哥说 甭跟我抽来劲了 哪那么多事你 这个时候 暴奏哥接到了房屋中介的电话 说那吃瓜叔又改主意了 我好话说了无数遍 可他就是不顶劝 暴奏哥一听可气得不清 乌漏偏欲连一语 这暴奏哥像刚被蹂躏的菊花 当时有娘儿 就在他看着炮灰地的尸体 还生贪气的时候 换消息又来了 房东要找房租 这暴奏哥一听可就不干了 提着汽油桶就来到了房东家 说你呀让我活不下去 那我今儿就拉着你一起下地狱 这俗话说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 房东一看暴奏哥如此的暴奏 算是彻底下调 说老弟啊 房租不长可以 但你得把我这儿给打扫干净 接下来是房东这边吃着炸酱面 暴奏哥那边擦着自己的屁股 暴奏哥得胜而归 刚回到店里啊 看到小鲜肉正在宁七号房间门上螺丝 暴奏哥说 你刚才在七号房间门口 鬼鬼祟祟的什么情况啊 小鲜肉说 我就是好奇 你为什么要把七号房间门给锁上 两人各怀鬼胎又想保住自己的秘密 因此啊 并没有僵持下去 自打炮灰地死了之后 暴奏哥整宿整宿的做噩梦 为了保险起见 他把一书件啊 放在了七号房间的门口 转过天 警察李茂哥来到了店里 指着七号房间门口说 那什么情况啊 暴奏哥揣着明白装糊涂 跟李茂哥一通下扯蛋 企图转移李茂哥的视线 李茂哥说 我可是老行人了 甭跟我来这套 那书件后边的房间是干什么用的 暴奏哥说那是仓库啊 存放都是东京热衣本道 等会儿啊 我给阿四拿两套 李茂哥一听是没开眼笑啊 说要要要 切磕闹 不过这哥们提鼻子一闻 说这怎么有一股心骚的味儿 暴奏哥说 咱都是老司机了 这还不是因为客人们开车比较多 为了防止夜长更多 暴奏哥把炮灰地的尸体 转移到了解决家存放 由于这炮灰地 傻吃傻喝分量重 可把这哥们泪劈 毒贩背头哥找到客源之后 就想拿回毒品 但小鲜肉一直没机会吓上 背头哥说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到时候还见不到货 我就让你去跟阎王爷过 暴奏哥把装炮灰地的箱子 放在姐姐家没几天呢 工人们在锈露水的时候 把箱子又给抬了出来 暴奏哥一看大事不妙 急忙又把炮灰地的尸体 拉回了地儿里 小鲜肉跑回地儿里取毒品 可当他打开箱子一看 是炮灰地的尸体 当时就吓掉了 暴奏哥一看 自己的秘密被发现了 那能干吗 两人立马在7号室里 就掐了起来 小鲜肉说 自要是你把毒品还给我 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暴奏哥说 炮灰地是触电梗的屁 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小鲜肉说 那毒品是别人暂时存放在我这儿的 跟我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暴奏哥说 老弟啊 咱俩同是天涯龙龙人 现在必须沆瀉一气 你自要是帮我处理尸体 保守秘密 把地儿转上出去 我就把毒品还给你 转过天 当暴奏哥刚回到店里了 警察李茂哥带人 正准备冲进庆老年 暴奏哥一看着 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急忙冲上去 就打算妨碍公务 但警察人多事众 很快就把他滑辣到了一边 不过打开箱子之后 炮灰地的尸体居然不见了 这个时候 李茂哥收到了信息 说他们把地址给搞错了 出事的不是暴奏哥的店 警察走了之后 暴奏哥就蒙圈了 这个时候 小鲜肉鬼鬼祟祟摸摸进了店里 两人一言不合又动起了手 原来是小鲜肉 把炮灰地的尸体给转移了 为的就是逼暴奏哥 把毒品还给他 两人打累了之后 躺在地上相互交换了信息 各取所需 影片的最后 暴奏哥的店 转让给他吃瓜叔 而小鲜肉也顺利的拿到了毒品 由于毒贩背头哥已经被捕 因此小鲜肉将毒品扔到了河里 而暴奏哥究竟把炮灰地的尸体 如何处理了 电影里没说 咱也不能瞎猜 不过从暴奏哥 自责的表情上来看 估计这哥们失去主动投案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家 生活就算不如意 也别违法和乱记 歪门邪道可别走 不然容易嗝个屁